欢迎收看可乐姐姐讲故事 嗨,亲爱的宝贝们 欢迎收听可乐姐姐讲故事 今天啊,可乐姐姐继续为大家播讲 绘本故事《吃书的狐狸》下集 爱吃书的狐狸先生被图书馆的管理员发现了 以后就不能去吃免费的书了 那么他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到故事里听一听吧 夜里,饥饿的狐狸先生常常梦见自己在五星级大饭店 享用六百多页的小说 可是,早晨醒来时,肚子还在咕咕地叫 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 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尽管他以前一直都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如果不算图书馆那件事的话 狐狐狸先生接来了费力达阿姨的羊毛帽子 他戴上帽子,挂上书包,出发了 目标,巷子里的好望角书店 到了书店,狐狸先生一脚踹开门 抢劲,举起手来 他大声吼道 快把书放到我的书包里 谁要是耍挂招我就咬谁的屁股 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书店老板急忙把书塞到狐狸先生的包里 最后,狐狸先生拖着二十四本厚厚的书离开了书店 哎呀,太沉了 狐狸先生想 下次去杂事店借一辆小退车就好了 第一次抢劫,当然没经验了 狐狸先生关上房门 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本书 就在他贪婪地享受第七本书时 门铃响了 你被捕了 一位胖警察对狐狸先生说 因为你抢劫了书店 看来还是有人认出了狐狸先生 尽管他用弗里达阿姨的羊毛帽子照住了头 真倒霉 狐狸先生努力地解释 没完没了地道歉 但这些都没有用 犯法就是犯法 胖警察逮捕了狐狸先生 把他送进了监狱 现在狐狸先生每天只有面包和水 看不到任何一本书 甚至连有文字的纸都见不到了 这是针对狐狸先生的特殊惩罚 这一定是中世纪最残酷的刑罚 狐狸先生想 这样的日子我熬不过三天吧 狐狸先生的处境很不妙 可他竟想到了一个新的主意 狐狸先生开始哄骗监狱看守舒尔兹 他把从书中看到的所有的好话都听了个遍 终于舒尔兹给他拿来了纸和笔 狐狸先生开始不分昼夜地写东西 他的想法源源不断地从笔尖流淌出来 画成文字落在纸上 他写的纸越来越多 很快就堆满了整个牢房 最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狐狸先生根本就不休息 他真的是写个不停 过了两个星期 狐狸先生的书终于完成了 厚厚的有923页 啊 简直是个超级巨无霸 狐狸先生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看守舒尔兹也高兴地坐不住了 因为他曾经倒茶的时候 瞟过一眼狐狸先生写的小说 知道故事非常精彩 舒尔兹帮过狐狸先生很多忙 而且还特别认真的给他削过铅笔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狐狸先生同意舒尔兹带走他的小说 当然只是借给他看 接下来的两天 舒尔兹没有来上班 看完狐狸先生的书后 舒尔兹明白了 这个狐狸先生绝对是位了不起的作家 激动不已的舒尔兹 舒尔兹差点也把书吞进肚子里 当然他没有那样做 他只是在回监狱的路上拐了个弯 狐狸先生渐渐等急了 他恨不得立刻把书吞进空空的肚子里 因此当他看到舒尔兹抱着他那本厚厚的小说 出现在牢房门口时 兴奋地跳了起来 狐狸先生幸福地大吃大嚼 而舒尔兹则在一旁不停地称赞他的小说 说他的语言是多么的优美 思想是多么丰富 结局是多么令人意外 狐狸先生一边吃一边听 一边听一边吃 狐狸先生 舒尔兹最后说 把你的小说变成一本真正的书 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在书店里卖这本小说 刚刚听到书店两个字时 狐狸先生着实吓了一跳 嚼在嘴里的几张书页都掉在了地上 但是当他明白了舒尔兹的意思之后 就恢复了平静 嗯 狐狸先生一边擦着嘴一边说 你看着办吧 舒尔兹在会监狱的路上拐个弯曲的地方就是复印社 他把狐狸先生的小说全部复印了下来 真是有仙剑之名啊 否则的话 再精彩的小说 也永远消失在狐狸先生的肚子里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充满了童话色彩 舒尔兹死去了监狱看守的工作 创办了一家出版社 狐狸先生的小说成了真正的畅销书 被翻译成17种语言 他写的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 搬上了银幕 尽管电影胶片不合狐狸先生的口味 但他还是承认了电影是一门很好的艺术 由于狐狸先生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 他行迹未满就被悄悄释放了 人们再也不提起他偷书抢书的事了 现在狐狸先生成了一位真正的大富翁 当然他想买多少书就可以买多少书了 可是狐狸先生还是觉得自己写的书最合口味 所以写的书越来越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 记者们纷纷来采访他 还有很多专家在研究他的作品 只是狐狸先生所有的小说里 都有一包盐和一包胡椒粉 其中的原因没有人知道 噓 可不能轻易说出去哦 因为这是我们的秘密 亲爱的宝贝们 吃书的狐狸 可乐姐姐就先为你讲到这儿了 这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 爱读书爱吃书的狐狸先生啊 阅读是个好习惯哦 宝贝们越读的书籍越多 写作的能力啊 也会越来越棒的 俗话说得好 富有诗书 气字华 宝贝们 也要像狐狸先生一样哦 多多读书啦 不过 可不要吃说 我发展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